站的是老将周宇 来看双方的比赛 而且在中原坛有反手连续冲弧圈球的能力 相持能力很强 而且爆发力强 不发好 是冲击 周宇一定不甘示弱 也是要敢于 可以冲击显得准备有些不足 发球不错 直接围了一个大斜线 这样11比4 安基松拿 太多的分数 所以整局都被压制之打 这一局的开局就很重要 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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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高射 开 开 开 漂亮 这个时候我在现场都很难听到自己的声音 对方 漂亮 关键分 仗11比5周宇班惠一 漂亮 对方不要在球台上揭发球站的那么定 好 防住 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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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运动员看起来球很凶猛 但其实是用一个节奏在打球 插 好球 落点不 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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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配合了一个反手的吉长 这个球安吉搜还是吃了 今天周宇这个发球的变化都是成功的 战11比5周宇拿下第三排以3比1战胜了韩国名将郑荣直 到右手半台发球 这是个运气 所以这个时候告诉他就是发这种纯的上悬下悬比较好 把握更加多一些 往旁边的这个器械上 才办还是把这一分判给周宇 这样11比5 3比1 周宇